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政府敦促公民城商业航班离开印度 拜登提议给最负1%人口增税 网上好 欢迎收看4月2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国务院29号再次发布了 针对印度的最高级别第四集旅行警告 敦促在印度的美国公民乘坐商业航班离开印度 美国国务院当天还授权驻印度外交官家属自愿离开印度 但强调并非强制撤离 美国国务院29号再次发布针对印度的旅行警告 指出 由于印度的新冠病例激增导致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美国国务院建议希望离开印度的美国人利用目前仍可选择的商业航班返回美国 包括印度与美国之间的直飞航班或者通过巴黎法兰克福转机的航班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天强调 美国政府并未升级或者更改对印度的旅行警告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标准 目前全球80%的国家都处于最高级第四级建议不要前往的名单之上 美国国务院还强调 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授权驻印度外交官的家人自愿离开 但这并非强制撤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上并没有透露 是否会考虑净飞印度飞往美国的航班 他表示美国政府在抗击新冠疫情上与印度团结一致 目前美国正在向印度提供超过1亿美元的医疗物资 美国政府的运输机将会从29号开始陆续抵达印度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演说中提出增税计划 提议将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至39.6% 白宫官员29号表示 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个人将支付更多的所得税 彭博社援引白宫官员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提议 新税率将适用于2022年收入超过 45万2700美元的个人 和收入超过50万9300美元的夫妇 白宫官员指出 新的最高边际税率的起征点 将恢复到特朗普2017年减税之前的水平 拜登28号晚在向国会演说时 提出美国家庭计划 其中提议新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9.6% 白宫官员表示 新的最高边际税率将在2022年起征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9号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 就强调 拜登对美国民众的承诺是 99%的纳税人都不会被加税 此前白宫一再表示 年收入不足40万美元的人 不会被加税 新披露的细节意味着 增税门槛比之前提出的 40万美元更高 对于拜登提出的将资本利得税税率 据从20%提高到39.6%的提议 白宫本周早些时候表示 这将适用于年收入在100万美元 或以上的单身和联合申报人 传统上美国税法将单身和已婚 申报人的收入等级分开 目前年收入在52万3601美元 及以上的单身人士 或年收入在62万8301美元 或以上的夫妇 支付最高37%的边际税率 拜登新提出的1.8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计划 和早前提出的2.25万亿美国就业计划 都仍需国会通过才能实行 凤红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针对美国疾控中心 关于完成疫苗接种户外聚会 可以不戴口罩 旧金山卫生部门的官员就表示 要遵循加州政府指引 目前城市规定外出需要戴口罩 旧金山卫生部门官员表示 城市会遵循州府卫生指引 目前州府正在审查 接种疫苗以及感染率等多项数据 因此并未放宽规定 即便未来允许接种人户外不戴口罩 市民依旧要执行其他防疫措施 包括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以及户外聚会等等 旧金山已经有六成居民接种疫苗 目前在比例相对略低的劣质文区 大力推广居民接种 我们要继续提供大家疫苗接种 变成我们未来6月15日的时候 就能够真的有机会 去重新开放我们的城市 有机会给大家更加安全地去接触 或者去能够更加安全地 能够经营商业 印度疫情快速蔓延 湾区与印度的个人和商业往来较多 对此卫生专家表示 即便接种一针疫苗 也能有效防止感染印度双重变异病毒 就算打了一针 超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之前不敢说 说你打了之后 可不可以完全保护到你 不会继续传播那个病毒 但现在开始知道 就算打了一针都好 都开始可以防止那个传播性了 防航卫视刘海平就金山报导 好 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警讯 美国在有枪击案发生 周三在北卡莱罗纳州一栋民宅附近 一名嫌犯在与警员对峙长达13个小时后 最终造成包括两名警员在内供无人死亡 据信嫌犯也已自杀身亡 警方表示周三上午9点44分左右 由于一位房主和其家人为出勤上班 也未接电话 两名警员被派往一处住宅 警方抵达后便遭到枪击 其中一人送医后死亡 另一人当场死亡 随后大约15个执法机构的官员包围了涉事住宅 对附近的人进行疏散 在经过持续一天的对峙后 直至周三晚 警方称涉嫌杀害两名警官的人 也涉嫌杀害了住宅内的两名平民 据报道三名平民死者是嫌犯和嫌犯的父母 警方表示嫌犯的作案动机不明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根据纽约市警周四的消息 周三曼哈顿又发生了两起亚裔被袭击的事件 其中一名受害者受伤 另一名受害人则遭到了种族歧视言论 警方表示周三傍晚6点左右 一名47岁的亚裔女性在地铁站候车时 遭到一名男子挥拳击中脸部 受害人其后马上逃离 但手上和腿上都留下了刮痕和瘀青 同一天深夜 另一名41岁的亚裔女性投诉邻居 深夜扰民 在警方上门干涉离开后 邻居男子用侮辱性语言威胁受害者 该名亚裔女性随后报警称 自己受到反亚裔威胁 目前纽约市警仇恨犯罪专案组 正在对这两起案件进行调查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表示 预计纽约市将从7月1号起全面重开 这将意味着餐馆 健身房 商店 发廊和体育馆 将以最大客容量开放 与此同时小型剧院可以在夏季重开 白老汇剧院有望在9月份开放 学校将在秋季全面恢复 这将是自去年3月纽约市因疫情陷入封锁以来的首次全面开放 纽约市数据显示截至周三 纽约市接种了逾600万剂新冠疫苗 全市约36%的成年人已完全接种了疫苗 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而纽约州长库默则对市长的这一预测表示谨慎乐观 库默指出 重开进程取决于疫情状况 现有数据还不足以做出任何大胆预测 并重申州长对解除全州范围内的任何限制 有最终决定权 在邮轮业不断的呼吁之下 疾控中心周四表示 邮轮业可以在7月中旬恢复在美国水域的客运业务 但前提是95%的乘客和98%的船员都已接种了新冠疫苗 此外疾控中心还放宽了一些先前对检测和隔离的要求 以符合该机构有关接种疫苗的指南 邮轮业一直敦促拜登政府和疾控中心 为该行业恢复运营提供详细的指南 疫情期间的停运使大型邮轮公司损失惨重 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报告称 第一季度净亏损11亿美元 周四该公司表示预计阿拉斯加航线将于5月至9月期间恢复 不过业界专家表示 劳动力短缺可能使邮轮业面临不小的挑战 大约15%的邮轮工作人员来自印度 而该国现在正面临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29号晚宣布 进一步收紧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准则 特区政府表示除原有规定之外 新增7天内如有10名或以上乘客经任何检测 而确诊并带有N501Y变种病毒株或相关病毒变种 也会触发熔断机制 特区政府除了延续禁止所有从印度 巴基斯坦及菲律宾来港的客机着陆 从5月1号起也将禁止所有从尼泊尔起飞的客机来港 台湾气象局表示中南部降雨量不多 对于长期汉象注意有限 台南果农等不到天降甘霖 放弃重灾特产艾文芒果损失惨重 台湾气象局预估唯有滞留性封面 带来的长时间强降雨可舒缓汉象 面对水情严峻南台湾各地限水政策持续实施之外 台湾空军加入人工增雨作业 各个水库透过燃放增雨燃剂 盼天降甘霖易解无水智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四收涨三大指数扭转前一天的跌势 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 科技业巨头苹果及Facebook的业绩强劲 提振了市场信心 投资者正评估拜登有关基建及税收的一系列建议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三大股指在今早高开后 全天维持震荡反复格局 道指以及标普500指数在五盘过后小幅上涨 另外纳指在今天整体跑出大盘 在本周企业财报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173家标普500成分公司陆续发布财报 而在昨天盘后发布财报的苹果以及脸书显示业绩超出 华尔街预期提振今天电讯板块整体的走势 另外投资人也在继续权衡拜登政府有关税收 以及基建举措方面的最新的进展 另外在道指方面 今天道指盘中多数的成分股都是全天维持涨势 尤其是一些金融类的个股 工业类的个股在今天的表现都是相当强劲 另外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 以及餐饮行业 比如说麦当劳以及耐克 今天都是录得了非常明显的涨幅 另外今天墨沙冬制药是全天领跌 跌幅超过5% 微软小幅的下跌约2% 而其他的个股当中的多数都是维持涨势 另外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今天科技板块是全天领跌 五盘过后跌时迅速收窄 那与同时今天原资料板块是小幅的走低 传统的币线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 以及必须消费品早盘是一度领跌 随后是纷纷转涨 另外在今天电讯板块强势领涨大盘 涨幅是超过2.5% 同时金融板块涨幅居前 另外原油期货价格在今天延续 昨日的涨势小幅的收涨约1.6% 环境期货价格在今天是收低约0.3% 美元指数是全天为止小幅走扬 以上就是星期四美国股市情况 方卫视陈青伟 纽约报导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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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州全保启动新的广告公关 针对亚裔美国人进行宣导 根据了解 美国救援计划对低收入民众的健保 提供众多的优惠 包括因为处于失业状态 而无法获得雇主提供的健保的民众 将不需要支付超过7月收入 8.5%的费用来购买保险 这一举措将使得81万上无保险的 加州民众获得可负担的健康保险 这其中就包括了大约8万的亚裔民众 此外还将有超过100万的低收入 加州民众将有资格免费得到 Medical白卡 其中也包括7.1万的亚裔民众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馨 也在当天的会议中 对美国救援计划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加州全保已经在积极地跟 遍布加州的众多合作伙伴 展开深度合作 这其中包括许多可以讲中文的 保险经纪人 他们将大幅降低民众申请保险时 所面临的语言困境 很多的这些像我们的这个 旅游业我们的这个旅游业 我们开司机的这些 开这个bus的司机 或者是导游 以前每年有大量大量 超过200万的这些观光客 从这个亚洲啊 从中国大陆过来 我们的加州旅游 所以我们的旅游业 其实在我们华人社区 占有非常的一大块 那因为有这个pandemic的关系 所以突然这一票人都失业了 那失业的这段时间 还好有我们的Cover Canifonia 提供即时的这个健康保险 所以大家只要花一点点的钱 拿到很多的补助 很安心的可以 就是把这个COVID-19 一起来对抗 加州全保希望藉由本次的会议 以及将在未来展开的 全方位广告公关计划 让更多居住在加州的亚裔美国人 获得第一手的资讯 并确保他们能最大化地利用 各种政府福利 从而获得可负担的优质健康保险 凤红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麦当劳 美国苏式药业 联合赞助播出